今天我帶了一個很開心的菜給大家 是 它的名字叫做熱情笑蝦 其實今天的菜一點也不複雜 材料也不需要太多 看得出來 最主要就是有海蝦 我平常會去街市買的 是 放在冰裡的 對,即是激動海蝦 對,那些海蝦 我們已經處理了某部分 它已經剪了頭、鬆鬆、腳 其他東西去除了後 要切蝦背,開背 開背不要在蝦殼上開 因為這樣一定會很滑,很滑 在蝦頭前面有一點肉 開下去,看到嗎 沒錯 太好了 就會看到… 蝦腸 這個沒有甚麼蝦腸,很乾淨 對,沒錯 然後我會揭開一點蝦頭 蝦頭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蝦膏躲在裡面 如果揭開了,第一,容易熟一點 第二,當你煮菜的時候 它就會加一些味道在醬汁上 對,即是蝦膏會滲出來 對 滲出來 對,滲出來 味道也會滲進去 對 其實這個蝦是罐裝去皮圓粒 有些可能已經弄碎了 對 我買圓粒的,你看到還是一粒粒的 好像有些肉… 有些咬口 對,有些咬口 感覺像劇醬一樣 對… 那些硬滑滑的,麻煩你 好 不如我們說檸檬葉吧 好 檸檬葉,我會把它切絲 最重要是這個框子撕開 味道會出很多 對… 發出來的 對,很香的檸檬味 好,我這裡搞定了 下一個步驟是什麼呢? 謝謝,包包 好客氣 接著我們就起鑊,放油 差不多的話就可以放蝦 爆一爆 好,就放油了 你在煮蝦的時候 你要不要把它切開 好像你剛才切的時候打開了 要不要嗎? 也不一定的 不過這樣,你打開了之後 它就比較容易熟,會比較好 我看到它也開始變淡色 現在要煮得挺熟的 其實蝦… 我這一段,其實不用煮得太熟 煮至七、八成熟 這樣就可以撈起來 待會我煮醬汁的時候 還要… 再翻鍋煮一次 再翻鍋煮一次,對 怕太熟的話就會很粗 接著… 是 紅咖喱其實也要爆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道菜千萬千萬不要炒鑊 不要洗鑊 對,不要炒鑊 不要洗鑊… 因為蝦膏味和蝦味正正在鑊上 放些紅咖喱下去炒的時候 它就會吸收所有味道 沒錯 油的顏色也有一點金… 蝦膏味… 對,雙得益彰 對 但豪信你真的很幸福 對 如果天天可以回家吃 真的很開心 他不回家也能吃 我看他經常在飽餐間 戴著一盒飯吃 對,是你做的嗎? 有時候趕時間 可能煮完的東西就吃飯 吃飯,帶上班吃 真幸福 趕時間不應該叫外賣 隨便買就吃就算了 趕時間也做得這麼漂亮 讓我來吃 阿佑,我親身 阿佑真是細心 細心 聞到紅咖喱味 然後我們可以… 還有這個 對 也聞到那種酸酸的味道 很開胃 對 然後可以放一些檸檬葉 然後我們放檸檬葉煮一煮 然後放魚露 其實今天我沒有用任何其他調味料 只是… 對,沒有鹽,沒有成分 只放魚露就可以了 好 蝦,黃了,有吃過這種的嗎? 我煎多,我很少這樣 因為我會做豉油黃蝦 都差不多了 用醬汁再煮一下 然後我們蘸檸檬汁 蘸檬汁 我們蘸檬汁再煮一下 好… 完成 我都熱吃 今天燒卡卡 好… 唱得很開心 我們嘗嘗 Yumau的熱情笑笑 這道菜是我和一個朋友的第一次… 我… 大家幻想錯誤了 我第一次是一個好朋友 他教了我煮很多菜, 美味的菜 這道菜是他第一次教我煮的菜 所以我今天特意煮這道菜 將第一次貢獻出來給大家 我想在這裡感謝我這個美女朋友 謝謝你, 幫忙 謝謝… 他心裡說是 我感謝你, 帶我煮這道菜 他想不到我幫我相信 我覺得這個蝦… 很有味 很野味, 很香 你不用吃, 吃多了 就是我想要白飯 對, 這個菜最重要是醬汁 可以混合白飯, 很棒 而且我覺得有茄蓉 有茄蓉在這裡 對… 我覺得不僅是紅咖喱這樣比較好 有茄蓉在這裡, 感覺不會太腸爛 對… 糟了, 你知道嗎 我完全忘記了自己大肚, 不能吃 剛才也記得了 好味道 但是我忘記了, 我就拿起來了 我覺得很好吃 不要緊, 吃幾道菜 太好吃了 你不知道如何添加膠袋 一口吃… 好… 好…你不要再吃了 我幫你多吃一口 好… 我覺得好吃嗎? 好吃嗎?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番茄味的食材 所以超級期待這個 而且我覺得蝦很入味 所以吃的時候已經吃到 整道醬在那裡 但不會過濃 其實我喜歡吃茄汁, 煎一下鹿 但是咖喱, 我這次做得多… 多配合… 多特別 多配合… 我剛才想到一件事想問大家 每一個少女, 你們都想想想 將來我的男朋友 我老公是怎樣… 但到了幾分後 其實現在老公和你當年去想那件事 有多遠呢? 反差大 或者很近呢? 反差又不是很大 因為我不能說我樣子壞 他也叫樣子壞 好大肯都埋牆了, 大哥 他更不能說我樣子壞 好大肯, 她說我忍受她死了 所以現在還可以的 我覺得不相差很遠 比起我小時候想的對象 你哥… 我其實… 跟小時候想的東西 我覺得完全不同 小時候我覺得很不切實際 經常要怎麼愛你, 怎麼愛你 對嗎? 對 但原來我自己的性格 根本不是喜歡這種 我本身很喜歡… 你照顧別人 對, 喜歡自己付出多一點 所以有個人讓我照顧是好的 差不多吃飯時間就去裝一下 吃東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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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東西嗎? 要吃什麼?做什麼基本, 做這些 我有一點點, 180度 是嗎? 有一點點 我小時候會說過 我將來的老公一定是很孝 不用英俊, 最好是醜樣 我覺得很棒 對, 但偏偏不喜歡這種 對, 現在的高大英俊 對, 但比起我理想 以前小時候想的 完全是180度 因為他現在的工作 一定要經常離開我 這個我要接受 第二, 他拍攝或不停認識到 不同的人 這些東西我小時候完全不會… 我小時候完全失敗了 Yori, 笑得不搞怪 有人說高大英俊 你那個是高大英俊 對, 也是 那個笑容 我小時候笑 不是, 兩個… 兩個都在說香港不是高大英俊 不是, 是高大英俊 來吧,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吧 大英俊 不可以完全不浪漫 對, 就不想是這些 就是想是很浪漫 我不想是白髮 對, 你老婆會經常問你 你愛沒有方法嗎? 她問的 那你要回答她嗎? 我問你為什麼? 我說, 再回一起來了 她已經回答了 她已經回答了 她正在回答了 不, 不知為何, 我就… 可以了, 總之我覺得… 你老夫老妻 快點, 她就叫我 你給你十秒 不用害羞, 爸爸 不要再愛你, 爸爸 快點… 爸爸 說一句吧, 爸爸 老婆正在看鏡頭 女兒正在看, 兒子正在看 你嫁給你老公 老公永遠不會溫柔 但我只能說 我會牽著你的手走到路 一世、兩世、三世都… 是… 爸爸, 有些女朋友 是… 小小小小的水 我也有, 真的 真的